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我们上一集介绍了二项式定理 为什么长那样子 然后我们这一集就要开始使用它 那我自己的习惯 因为很多的教科书它都会 一个很传统的做法是由简单到难 像这个是这种类型最简单的 然后慢慢的增加一点什么 变难一点什么 但是我自己习惯在教这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是一开始就教这个完整题 也就是说让学生知道说 你按照二项式定理这个知识 你去讨论它 你应该要讨论哪一些东西 那只是说如果题目刚好 什么又刚好是怎么样 你就可以少讨论什么 甚至题目如果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出来就写什么 但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知识 那我们要知道说它是来自于什么知识 以免说学生一开始学简单的 他可能会误判 很多学生他在写 一开始写这种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时候 他搞不好就会觉得说 我知道了 这个单元的答案就是C级取经 那就不对他们就一直错 还要再乘什么 为什么还要再乘这个 这样子 那其实应该是让他们了解到说 完整的讨论完应该是怎么样 只是有一些题目它有特殊性 特别简单写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二项是定理让我们知道 A加B的任何一项 就是说我这个假如说是10好了 A加B的10次 那他可能会有一项比如说A3次B7次 你看我这K现在就是3的意思 就是说A加B的10次里面会有一项A3次 那B就会是10减3就是7次 这样他前面会乘上什么呢 他前面会乘到的东西是C10取3 可以吗 这就是二项定理跟我们说的 那下面也说了一下为什么 N个关号里面有K个出A N-一个出B就这一项 那每次找到一个就有这样一项 每次找到一个就有这样一项 总共会找到几个呢 展开之后的这一项会有CN取K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A 然后加负的这个B A加B18次 可以吗 展开后问你X6次项系数是多少 那我们先不要理后面的题目 我们先说他展开后 每一项应该要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完全体 我们讨论一个复杂的问题 所以他展开后的每一项 我们还是设K 你有K次在前面 那就会有18减K次在后面 所以会是C18取K 然后XK次 然后负的这个18减K次 可以吗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你把这头写进来 这样这个除了丑之外 对我们的计算帮助没有特别的大 我们要把它改写一下 X平方分之一啊 如果导数就是负的次数 所以X分之一是负一次嘛 X平方分之一是负两次 所以我这里其实是X负两次 那它的细数是多少呢 注意喔 它的细数不是三 它的细数是三分之一 懂吗 你这个是三分之一乘上X平方分之一 然后它也负啦 正确来说细数是负三分之一 然后18减K 到这里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按暂停 我们要先讨论一下X的次数到底有几次 所以X现在有K次 然后这个根据指数率 A乘B的N次是A也要N次B也要N次 然后X-2次的这么多次 A的N次的M次是A的N乘M次 所以我的X在这个部分 其实会有-2乘上18减K 是-36加2K 然后再加1K 所以我的X其实有-36加3K 也就是3K减36次 可以吗 然后我的系数会是-3分之一有这么多次之外 还有这个 那养成好习惯把X的次数整理起来放后面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分这两段是分开来讨论的 前面是系数嘛 于是回答他的问题来了 他说 请问你展开后X-6次向 也就说这里是6啊 所以第一集 3K减36等于6 你就会解出来 3K等于42 K等于14 原来前面被数了14次 后面被数了4次 因为总共18次 所以这个18减K就是4 所以这里是 我们的答案就会是 C18取14乘上-1的4次 可以吗 C18取14就是C18取4 前面这个C18取4就是3060 然后乘上这个-4次得证 3的4是81 那这个算出来是9分之340 因为比较繁琐的计算 我们就减掉 跳过去 来看第二小题 那如果是常数项呢 注意常数项是X0次的意思 也就是说最后这里是0次的话 那3K减36等于0的话 你就会发现K等于12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的这个答案是 C18取12乘上-1的6次 也就是 算出来是243分之612吧 自己可以算一下 在我们算第三小题之前说一下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有一些问题会比较简单 或者说有一些人 他的数字敏锐度特别高 他可能可以感觉的出来 或他心理盘算出来 到底K要取几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他这样子看 他说X6次 这个如果加一个的话是 这个如果加一个的话是会多1 这个加一个会扣2 所以前面要有14个 后面要有4个 他可能一直4嘛 不是12不是 他都找到了 这样子 也就是他未必真的有经过 这个方程式计算的过程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我还是要建议学生要学会这样做 因为比如说人家能够做到的心算 你不见得能做到 或者说你这一次能做到的心算 你下一次不见得都有做到都有做对 所以如果你误以为这种题目就是用看的来解决这个K是多少的问题的话 你后面就会卡住或者不会错 那你应该要让自己懂得说他其实可以怎么算出来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刚才在这里呢我们是设 前面有K次后面有18-K次其实你也可以设两个位置数 就是说你可以说前面有A次后面有B次 那这样子的话你这里会是C18取A XA 然后这个括号是 就是B嘛对不对 然后你会列出一个有A和B的通式 你的B会乘上-2次 所以你这里会有A加-2B 然后会解一个A-2B等于6以及A加B等于18的连立方程式 我要说的就是说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我们看第三他还问AX向系数 3K-36结果是一次 因为X就是一次 你就会得到3K等于37 也就是说K会等于三分之三十七 这个K不是整数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没有这一项 答案是0 还是有那个答案哦 就是没有那一项的话那一项的系数是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啦 在你了解到我们完整要做什么事情之后 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好了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先去讨论它展开来之后会怎么样 对不对 展开之后有个通式 然后最后合并起来 X到底是几次的 可能会以这个 设前面有K次 会以前面有K次来去描述它 然后系数也会被我们整理起来 于是当题目问你 X要几次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说我K是多少 然后去求这个就答 也会有特别单纯的情况 比如说X-1的十次 那你说这样的问题 可不可以像刚才那样讨论 当然可以啊 它的每一项就是 C10取K 然后X-K次 然后-1的十减K次 是不是这样子 只是说怎么样 它会简单到 甚至我们在解题的时候都懒得写这个 因为它三次项就是前面三次嘛 你看我也不用去解 什么连立方程式 或者是说什么几 几K加几减几等于3 都没有啊 因为你三次就是前面三次 如果你前面三次后面是几次 7次嘛 所以-1 7次就是-1啊 对不对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以这一题的答案 我可以这个都不要写啊 就告诉你它 X-3次项的西数就是什么 C10取3 F的 因为有乘到V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误以为这一题的答案就是C几取近 比如说八次项西数就是C10取8 你误以为它就是这样子 那就会带来一个 这个不好的后果 就是说 你后面会开始错 从一开始漏了负号 后来发现漏乘2 后来发现其实怎么样 后来又发现其实怎么样 其实你应该完整的知道 其实应该要怎么讨论啊 只是这一题特别单纯 这样可以吗 一样这个十次展开之后 问三次项跟七次项的西数分别是多少 它就比前面稍微复杂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减的这个东西不是1 而且它怎么样 X是有负的哦 然后你要看出来 X这里其实是负1-2 是它的西数 对不对 所以它的每一项其实是C10取 如果你还是 我们还是可以把后面这个当K 我们选后面这个当K 后面有K次 所以你的负2分之1就会有K次 然后根号2会有10-K次 对不对 那我还是那句话 有的人他可以不要写这个 他就知道说 三次这里三次这里七次 然后他都会写对 那也很好 我不是说一定要写 但是就是让你们知道 其实完整的描述下来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三次嘛 你才会有X三次项 因为这里都没有X 对不对 所以是C10取3乘以-1-2的3次 5-2的7次 OK 那C10取3 这个我们算一下好了 120 我们上面这个也补一下 C10取8就是C10取2啦 这是45 所以这个是 如果是X17次的话呢 它是C10取7-1-2的7次 然后根号2的3次 所以是负的8分之15 根号2 下面根号X-2的10次展开后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就不要写这个 但是这题又比上面难一点点 你可以按正题看你们写对 然后你要留意到 X开根号其实是X的2分之一次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前面 如果选了N次的话 你只会有一半的X而已 所以其实你如果你要3次的话 其实你前面要选6个 就是你要选到6个前面 跟4个后面 所以X三次项是 那它的系数是1啊 所以前面选6个的话 是1的6次乘上-2的4次 所以是16 我们来看 如果你总共要6次呢 如果你总共要6次的话 那你前面要有12次 所以怎么样 是0 你有答对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 如果我们刚才都不写这个 你能够正确的想对他 这两个你都有答对吗 那不然的话 我们还是来写一下吧 所以如果是X2分之一次-2的10次 前面取K个后面取10-K个 是C10取K 然后 然后会有1的K次 然后2的10-K次 对不对 所以当你要3次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2分之K等于3 所以K等于6 然后当你要6次的话2分之K等于6 所以K等于12 K等于12是不存在的 所以X6次的话的答案就是0 如果你有正确的这样子写过来 你会比较肯定他一定是0 你就不会一直老是怀疑自己是哪里算错 这样可以吗 如果都OK的话 我按个暂停自己写看再提 展开之后前面会有K个后面会有6-K个 所以是C6取K乘上X平方要K次 然后-3X也要6-K次 所以是C6取K X的部分有2K个和X的6-K个 2K加6-K是K加6 然后常数的部分前面没有 后面只有-3的6-K次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呢 你如果X要7次的话 你其实是前面出1 后面出5 后面出5 所以是C6取1 乘上-3 4 也就是145 8 如果我刚刚都没有写的话 我能不能够回答7次呢 那就是 我就说你的数学敏锐度要蛮好的 你要知道说我全部都选后面也有6 然后就有点像基督同融的概念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它会变成一个二元 前面A后面B 那几A加几B是多少 而且A加B会起来是6 就有点基督同融的味道 所以我如果全部都取后面的话也会有6次 那少一个后面的补一个前面的就会多一次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是10次呢 少一个后面的补一个前面的会多一次的话 我现在要10次 其实我补了6个前面的 4个前面的 4个前面的 所以4乘2是8加2就是10次 所以是有这一项的 不要看说10次哪有 他是有这一项的 10次是来自于前面4次 所以是 那后面就只有两次而已 210乘上9 所以是1890 好那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那这个后面还有类似的提醒 我们下一集来做复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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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